- protective 哈囉 今天兜兜又要來一次超狂實驗 如果是常收看頻道的朋友 之前一定看過 實測一千箪的高級科技箱 以及破千棵紫巾的抽取影片 還沒看過的 也可以參考右上角的連結影片喔 那麼今天要來實測的就是 《神秘點券寶箱》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遊戲商城中要購買點券商品的時候 如果在點券不足的情況下 可以用一鑽石的價格折抵十點券 用鑽石補足點券不足的差額來購買 那麼反過來呢 如果想用鑽石直接購買點券 到底能獲得多少 所以今天兔兔就要來試測 500箱的神秘點券寶箱 看到這邊可能會有人問 這一次怎麼不是1000箱 那是因為神秘點券寶箱一天只能購買5個 所以兔兔花了3個多月才存到500箱 要是再存500箱就必須再花3個多月的時間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次就改用500箱來實測 點券寶箱保底為100點券 有機會最多額外獲得900點券 所以最高可獲得1000點券 在機率這邊 感覺多半只能開到100到150而已 兔兔也不奢求 500箱只要出現一次的1000點券就好 只要出現一次 兔兔就認為這次的實測很值得 那麼現在就準備來開箱看看 500箱的機率是否就如標示上的一樣 直接開抽吧 Let's go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個數字其實大大低於兔兔的期望值 畢竟用鑽石來購買點券寶箱 就是希望能多獲得一些點券 但實測下來的機率與官方提供的數據 和明顯有很大的落差 100到300的機率應該要落在八成 但沒想到150以下的機率卻高達99% 這樣實測下來 兔兔是蠻失望的 畢竟存了三個多月的寶箱 開出的點券卻沒有想像來的高 最少應該也要開到8000吧 卻只有5700而已 接著影片後半段來替各位整理一下 這四天連續假期官方準備什麼活動給大家 1.實戰之王赤魂幽靈登場 擁有超級小噴動力的赤魂幽靈 將在4月2號到6月6號之間登場 獲取方法是用鑽石禮包券籌取 包底為891抽 裡頭還有月光紅梅套裝可一起收藏 那麼這台車時不時用就見了見智了 2.點券實裝 煙雨江南 仙氣登場 回收點券的活動又來了 在4月2號到5月9號之間 可以用點券購買煙雨江南禮盒 抽取這套好看的古裝 兔兔認為是一套難得好看的點券實裝 喜歡的朋友如果在點券足夠的情況下 可以把握這次的收藏機會喔 3.仙靈賀返場 3月31號到4月13號共揚州的時間 仙靈賀在寵物秘境限時返場 在成功地圖擁有穩定性的觸發次數 且及氣特性可以提高玩家的容錯率 除了競速地圖之外 在滑板模式裡也非常實用 是一隻CP值極高的寵物 如果是後來才加入遊戲的朋友 這次的返場機會千萬不要錯過囉 4.魔法時裝 水龍鷹返場 水龍鷹為台服第三套魔法時裝 在4月1號到4月18號期間限時返場 喜歡的也不要錯過返場機會 如果想看水龍鷹的開箱影片 也可以點選上方資訊欄喔 5.浪漫春季 雷儲送套裝 如果想趁這次廉價期間 收藏商品且充值鑽石的朋友 可以在4月2號到4月19號的期間 累計充值到達指定數量 就可以獲得鑽石禮包券 以及星空蝶舞套裝 6.挑戰送免費A車 在上一台免費A車月光女神的活動結束沒多久 馬上推出另一台免費A車帝王 除了帝王之外 其餘三個獎勵池還可以獲得 頭像框、榮耀光劍以及無限戒指 活動時間從4月2號到6月17號 所以有兩個半月的時間 想免費領取A車的朋友 要記得持續上線過任務 才有辦法把A車免費開回家 7.登錄免費送春雨挖去套裝 只要在4月1號到4月5號活動期間 累計登錄3天就可以免費獲取套裝 登錄5天就可以獲得另一個性別的套裝 另外在4月2號參與邂逅模式 還可以獲得雨娃寶寶服裝 可以與你的寶寶穿著親子裝 想要收藏的朋友要把握這次收藏機會 8.同去單春免費送 在4月6號到5月2號的活動期間內 每週登錄遊戲獲得乖寶寶印章 一週最多可以獲得2個 只要集滿8個印章 就可以獲得目前台服唯一一台的腳踏車 所以想要騎腳踏車玩遊戲的朋友 記得要登錄遊戲領印章 9.登錄領1000點券 在4月2號到7月5號期間累計登錄 就可以領取1000點券 另外還有排位不掉分 以及車對賽額外加分的活動 想要爬分的人 要記得在這幾個時間點上先爬分 以上就是這次假期的重點整理 簡單來說只要登錄遊戲 就可以領取大量的獎勵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